车场举行 这样的一级赛事是第一次到台中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赛事 第一个要行销台湾 也重要是要行销我们台中 行销台中 而且它做在我们台中的清水 那第二个我们希望台中的优秀选手 和台湾的选手可以透过这次参赛 来对于接下来的全国运动会 跟年底的亚洲运动会 可以提前做一个准备 赛事有来自全球六个国家 18支的队谷 共计126位精英选手 这次的场地经典赛 也可以说是9月杭州亚运的前哨战 台湾选手可以在自家主场 挑战世界级舞台 也让9位已经取得亚运资格的国手们 以赛代训调整备战最佳状态